今天画一个特别简单的复古风背景 用大一点的笔铺一层浅浅的颜色,类似于清水浓度 四周要水分多一些,方便后期晕染 根据之后画的题材,选择合适的颜色晕染 我想要一个棕色调 这个药笔刚才浓度高一点,可以换小一点的笔,更好控制 我用的是竹鱼糖10180号,相当于一般水彩笔的6号 我们在画边缘时,可以留一些泼损的边缘效果 注意树密关系 可以在泼损的部位和转折的地方加一点更重的颜色 这些操作都需要趁湿来晕染 如果新手可以把颜色提前挑出来再开始画,会更顺手 水量比较大,最好标指,或者用丝面封胶本 这是之前画的一个偏绿调的背景,已经看透了,很平整 如果对你有帮助,记得点赞收藏呀